端午节是肉粽滑龙舟 在淡雪的一个社区里头 利用公社的游泳池 硬勤地办了滑龙舟比赛 住户在自家楼下 就能感受到过节气氛 比赛开始 一组两个人开始 卖力的滑 一旁江流声不觉于耳 看看这两组 大人还滑书小孩 相当有趣 相比艇取代龙舟 地点就在自家社区里的游泳池 社区管委会选在这天 举办应景的华龙舟区卫赛 让人居们同乐 很紧张很刺激 就是往前冲 来你讲一下 就手会很酸啊 就很酸很酸 不管他用力刷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集合师住宅 建商在卖房子时 都规划了相当多的公社 举办游泳池 运动健身房 甚至是KTV室 各式各样 让住户回家就像度假一样 以淡雪这个社区来看 拥有二十几项公社 建商还提供售后服务 协助管委会办活动 我们的社区 公社都这么多 而且游泳池这么大 不去利用它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们很高兴说 能够这个活动 大家住户这么配合 真的很好 建商对我们的温馨 而且他所有公司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是大家一起 就是因为活动办得好 我们社区的那个住户的品质 也是非常地高 然后房价现在是 已经双倍了 中国们住得开心 口碑相传 顺势提高房价 也成了建商的活广告 有人甚至会介绍 亲朋好友一起来买房子 更重要的是 透过活动凝聚社区居民情感 让惹没的社会 更多了人情味 记者正能宗 郭壁淳 新北市采访报道